这是2023年12月23号杭州拱树万荣城南侧区域的监控画面 可以看到一块指示牌被狂风吹得不停摆动 随后砸在了一辆黑色商务车上 引擎机盖加那个玻璃 毛先生是做汽车销售的 公司在拱树区祥瑞路上的万荣城商业中心 主要卖中高端奔驰商务车 店铺门口停着那辆被砸到的车 引擎盖上有两处凹痕 玻璃上有一条十几厘米长的裂痕 毛先生说 关于车辆的损失 他们已经去奔驰CS店做过评估了 大概三万多这个维修费 然后因为这个是属于商品车新车没有销售的 它的折损的话会比较大 这个车原本售价 60多万 我们的话是这个给客户浪力10万在销售 之前你停在这里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上面有没有盖子之类的 因为他这个也没有太注意上面这块东西 因为正常情况下 他这个都会有固定的嘛 这里是允许停那个车的吗 物业这边没有不让停 但是车子停在这边的话 跟这个广告牌砸下来没有关系的 那你觉得这个车的话 车这个损失应该起来的行单呢 正常的话像 那我们停在商场的地方 应该是由商场这一块负责 毛先生介绍 维修过的车子价格会有折损 金额还不小 这件事他也跟商场方面沟通过 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他说他说的话只能是出这个维修费用 但是这个车子的折损 他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但是对于我们商家来说 其实折损的话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个牌子是能装的还是说 他呢其实是我们当时的地产的开发商那时候做的 那个地方是可以停车的吗 不能停车原来有外白有给他的六个车位 他当时的那辆车应该是停在 飞在他的允许的范围之内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该是什么损失 由保险工资来界定来 该理赔的理赔嘛 我们的商场方也积极帮他找这样的一个客户 就比如说潜在的买家这样子 你帮我们积极的再找客户 并不能说我们的损失就没有了 车子修好了没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车子涉及到一个折损率的问题 保险对于这种新车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一个界定的一个范围的 那您如果说这个意外事故里面 商场方又是否要额外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认为是有的 包括跟您的卢总这边有过沟通 我们通过额外的就是说 以一个非现金形式 像这种的广告为支持啊 这类的一个事情上面 我们也是能做的 这些我们也表达过了 现场双方没能协商一致 毛先生决定先报保险 等划分完事故责任后再协商看看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